大家好,欢迎来到月夜露书 在过去的五年时间里面 我们的节目走过了国内外数十条非常经典的月夜穿越线路 无论是特殊的地形地貌 还是充满趣味的风土人情 都给我们留下了许多非常难忘的回忆 到了 而这一次呢 我们来到了被誉为自驾天堂的川西 驾车走过了长距离的穿越旅程 探寻牧区深处的野区秘境 感受呢原生态的自然风光 还有豪放而又淳朴的让区风气 拜拜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拜拜 拜拜 点灯圆里面最难到达的 海拔也是最高的 哈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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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疫情的原因啊 我们这次川西的越野路书可以说是一拖再拖 不过现在终于是开始了 其实我们今天天不亮就出发了 这就是我们此时此刻的早点 日出我们已经看完了 看日出的这个地儿叫达瓦庚渣 是一个360度的观景台 而且这儿呢应该算是整个川西 绝佳的一个看日出的点了 而这次呢 越野路书依然是我跟康董一起来跟大家去完成 哈喽各位小伙伴们大家好 很荣幸参加这一季的越野路书 但是这次我们越野路书啊 可就不像上次UTV那次 还能住在酒店里舒舒服服的了 而是进入到我们的一个常规状态了 早起晚睡开巨长的长途你行吗 没有问题 长途是一个车上的基本素养 啊 那还有另外一个问题 高海拔你最高上到过多少 现在3668 原来是这样 那我就放心了 那走吧 下去看看我们这一趟越野路书要开什么车 走 这就是我们这次川西越野路书要用到的两台车啊 那台3.6最强NA木马人 而且是短轴两门版 当年的3.6 Rubicon 然后我开的这台呢 是此时此刻在国内能够买到的最强版本的Rubicon 2.0T PHEV 而且这台车你看到了吗 它是插电混动 所以它上的是绿牌 非常幸运啊 这台车是北京第一个上了牌的Rubicon的PHEV 我就明显感觉啊 这台车比这台车要费油费很多 从机场咱们一块过来 我这车现在还剩一小格油 我这个呢还有半箱 出发第一件事先给我加油 好了咱们先加油 OK 从达瓦增加出发 我们的川西之旅呢就正式启程了 由于这次拍摄的时间啊 赶在了9月初 而此时的川西呢 并不是它最美的季节 天空中也总是飘着很多的云雾 这也给后面的行程呢增加了许多的位置 你看前头啊 仙气飘飘 哎 这也太好看了 你看人家云啊 就在村的市上面 哎呀 看到这类的场景 不禁想我想起诗和远方 不禁想让我吟诗一首 不带批判性的 啊 仙气飘飘 木马萧萧 总的来说 来一个 哎 总的来说 NA木马 转速很高啊 哇 又不仙不拉 在宝星县给车加满油之后呢 我们形成的第一站 就是整个四川的最高峰 贡嘎雪山了 而前往贡嘎雪山的线路呢 除了走高速之外 还有一条不错的穿越线路可以选择 也就是从宝星到康定的这条宝康线 小摩托飞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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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们前面就准备小小小小穿越了 没问题 超线路 哎你之前就拿这些ICV越野车 有没有什么这种玩烂路的经验 没有 没有 基本上没有 刚才我在车上研究了五分钟 如何挂高低四驱 啊 不会吧哥 我个人觉得吧 越野就得排量大 3.6怎么着 它都比2.0T有优势 一切围绕着周边造出的那些小配件啊 比如机灯啊 涡轮啊 电机啊 都是为了秘密 海量的不足 咱们现在差不多就基本上是烂路的 没有什么太好的路 不过木马仁开在这种路上感觉还是挺好的 它并没有那么的颠 对啊 木马仁的避震器 轮胎 底盘 它就是围绕路设计的 你在城里开很难受 太不舒服 一到这地儿 它撒花了 对 就是干柴一刀烈火 一切都是那么巴士的恨 巴士的恨 咬得 咬得咬得 景色不错呀 我跟它聊一天 这一瞬间 它已经跑得没影了 这小肩波 简直 太舒适了 在这段平坦的飞铺庄路面上悠闲的开了一小段之后 就能够明显的感觉到 灰色PHEV木马仁呢 比这台红色的V63.6老款木马仁的悬架 是要舒适很多的 而且在高海拔的动力表现上呢 也要更加的轻盈和充沛 所以在这种路面上行驶 老木马仁呢 追起来也会显得有一些吃力 我已经很努力的追牛 都追不上 哪车低牛要比这个好抬头 等于你现在那台车的电力也可以靠燃油来提供 这对于一台越野车来说 加了这么一个东西就相当于加了一个作弊器一样 你知道吗 有一点有一点 现在大多数人对他的质疑就是说 靠谱不靠谱啊 什么这那那这的 反正咱这一趟是吧 先干下来再说 突然找到了 不把人的正确打开方式 这也太带劲了 前面我是大石头 那你绕过这块大石头 看右边够不够困暖 你比我有优势 我是四门的 我总体长 对 我短 你自己说的啊 你短 我没说什么 我确实长 我车短 经过十几公里的爬升之后 这段宝康线上的非铺装路段 就被我们轻松又愉快的走完了 虽然呢 这有很多水毁路段的痕迹 但目前通过起来 倒是也没有什么难度 我们走上百佑路之后呢 继续出发 去拍摄海拔7556米的蜀山之王 贡嘎雪山 出发贡嘎 听说那有一个特别漂亮的雪山 于是今天我也把羽绒服也安卖上了啊 然后今儿这云层 好吧 希望能看到的 希望我们够幸运到那的时候呢 能烟消云散 其实在这片贡嘎群峰的周围啊 有着无数个非常棒的观景位置 而我们所选择的是 位于雪山西侧的李锁海 因为这儿呢 是一个可以越野穿越进入的 带着湖面前景看雪山的绝佳位置 所以呢我们现在就要先赶往李锁海的下道点上牧居村 咱就下道了啊下道了 我把车挂到四驱auto自动四驱上 我把车一会儿挂到高速四驱上 我没有那个auto的功能 对 golk没有 这还是挺私用的 尤其是在这种烂路上 其实很多时候你也用不到 但是用到的时候他就得给一下力 对 相对来讲啊 这3.6的老卢比肯就不太智能了 您好 李锁去吗 李锁 李锁 对对对 白酒 谢谢 咱们现在海拔3000起 现在我反正已经是基本上适应了 睡了一宿觉就没什么问题了 被儿舒服 因为咱早点吃得好 对没毛病 我吃了四个鸡蛋 被儿棒 然后我们车里还带着各种法餐 法餐就是法式小面包 在这个月夜露树里给大家注视一下 整个月夜露树团队除了我之外 所有人都疯了 都带我想吃了 上次在丛里吃过一次之后 这次我一口也没吃过法式小面包 完了 你这个野队这玩意开始排斥了 然后也有美式 美式就是黑白配奥利奥 对没毛病 咱俩现在走的这低段实在是太美了 每一个马人都希望跟着他的车主 来到这种地方 我先找找路啊 跟着我 跟着我 这门 反正我的车我就不走这条 我觉得我在压那桥就快完蛋了 先过啊 大哥你看我又没有拉你 靠起来还可以 静风又愉快 保护了人家的小桥 厉害啊 厉害 再稍微给一点油 别着急 漂亮 我那可怜的吉普车 很久没爬山也没过河 您好 这牙库地下室 不要去不是路垮了 路垮了 你们专门倒不起 倒不起 没法掉头 没法掉头 OK 明白了 谢谢您 没有没有没有 谢谢 留神啊 路上好多碎池 因为咱现在用放弃的比例比较大 咱现在都没电了 你现在就出用放弃机 好 我这是因为我在公路上的时候 没有用e-save模式把电 尽可能充一点 所以现在它用电的比例比较少 所以我爬着就吃力了 所以待会儿到公路上的时候 你得把那个电的回收方式开起来是吧 你说得对 我就要开e-save模式了 这个车我慢慢有学会应该怎么用它了 我现在用第一次手动 为了让它能保持一个转速 涡轮一直在工作 过一个很窄的地儿啊 那会儿 确实很窄 这种地方才是木马人的家乡 对 没毛病 因为这儿马多 那不是都是马吗 看着你挂一个绿牌 走在这种地方 就感觉特别不适应 你知道好吗 因为这个牌啊 一般咱们的印象里 都是挂在那些城市代铺车上的 的确 但是这个来到这儿 你会发现纯天然吗 是吧 大自然 然后我来中路这儿 挂着个绿牌 以后就是再来这地儿 不是绿牌不上去了 我感觉以后的越野车 肯定都得加点电 再配合个从天啊什么的 在你左前方有个钻听筒 下车可以 好的好的 真哥你看这玩意儿啊 它是通过水来驱动 它在转 对 水动力 我以前都没注意 但这次饭挺多的 原理很简单 只是我之前确实没见着过 你看它把那儿接出来一个 在那儿一个蓄水桶 原理不难 原理不难 挺有意思的 然后底下还有好几个呢 还有好几个那种转的 能转的 按照藏传佛教来说 转经筒转一圈就是一次祈福 那这就是无数次的祈福 对而且在这种有山的地方 它其实离天近 它们也认为会更前程 你没有发现问题 就咱们现在这个海拔 你观察咱们两边 已经没有树了 对对都是特别矮的直播了 前面啊前面咱们马上就要进云了 这段时间也生夫妻还好吗 我已经不敢喘家气了 现在大声说话已经凶困了 海拔已经4551了 已经是我人生中经历过的最高海拔了 然后咱们现在也完完全全在云里了 而且你会发现这边的植被 是快跟弹险似的趴在地上 然后这鸟啊 你看啊 待会你仔细观察 这鸟都不往高了呗 给它trd飞 天上鸟飞绝 咱们应该马上就能看下雪山了吧 终于咱们穿出云层就是晴天 看这儿了吗 这儿这个牙口 应该是这周边的最高点 因为这儿有很多金帆 我现在看见如此景象 又要富士一手了 端停下就端停下 好多 团子太大了 啊 现在天约只能飞一点了 考验你的时刻到了 散船 啊飞机来了 那儿的飞机 走了 走了 走 正哥你只要超出我视线 两米范围内 我就看不见了 我现在基本上也看不见路 啊 我现在看路看也就大概我面前可能五六米 反正十米我都看不见了 等会儿啊 到底应该往哪去呢 我现在没等定呗 这儿好像是条路 通过这个窗外看啊 你看这山崖底下 全是霧白蒙 咱什么都看不见 跟紧我啊 一定跟紧我 我得在你的市区范围内 不然 这个找路是很困难一件事 而且这壁挂路这只 今儿我们底下就是山崖 也没有湖篮 不是这关键你 你你你你你不知道下面有多深 你知道吗 你看不见 康总你往左边喵喵 你看左边你反正也不知道底下有多深 所以就是吧 走吧 不知者无畏 你往下仔细看看啊 你在宁市深渊的城市 深渊也在宁市里 大概就是我看不见他 他也看不见我 所以越野还是有一定的危险的 如果你要出来 最好还是散伍成群 互相有个照应 前方有探路 河边有电后 小心啊 这儿窄 这是巨窄的 前方确实很窄 这么注意安全啊 基本上咱俩这左侧车轮 距离山崖一闸 大概不到半米吧 哎呦 得 我觉得这儿咱们可能过不去了 那我看一眼啊 再不行 要想过咱就得搬 等会啊 把车都拉回手上啊 这儿看起来只能过摩托车 咱这儿应该是 我不太去 从上面过也太危险 这儿整个差了 咱要跟这儿挖地 只要我跟你说就挖到这儿就行 车整了 不过这玩意儿不好挖 对它有树根里边 还有石头你看 前面还远吗 四五百米 四五百米 四五百米走也行 也行 这边是一个特别大的侧坡 那边就我也不知道底下有多深了 然后我说找铁锹 我说要把这儿挖平 结果我们带铁锹 跟这坡不是一比例 有点搞笑 另外还有一个问题啊 就是供嘎雪山是在那个方向 但是呢 我们决定先在这儿原地 是不是吃个重饭 咱们等一等 是吧 因为现在都是云 这云也好 是雾也好 它先散了 它散了 我们再决定是不是要走这四百米 五百米去到那儿 现在正好是一点半 理论上来说啊 如果能见度够高的话 那么从目前这个他方的位置呢 就已经能够看到供嘎雪山的群峰了 但是目前这个大雾天气 即便是徒步走到了黎索海 也是什么景色都看不到 那么去找这个黎索海的前景 似乎也就没有什么意义了 我毕竟在这儿等着把中午饭都吃完了 鱼咬日了 但是这雾还是不散 于是我们动用了我们的无人机 然后想看看这云层到底有多厚 如果有个是吧 二三十米三五十米 我们就跟这儿私藏 一定要给大家从这儿拍着供嘎雪山 没毛病 但是 但是 飞机干拔了三百七十多米 终于看到雪山了 无人机在穿过了数百米厚的云层之后呢 也只是在云份中能够隐约的看到几丝的山影 但是 如此看来 这一团云雾在短时间之内恐怕是很难消散了 而我们后续呢 还有很多的行程要走 确实没有办法在这儿一直等下去了 不过各位同学放心 我们呢一起来通过画面 一睹蜀山之王贡嘎的真容 好 现在咱们面临另外一个问题 嗯 就是这儿有点窄 然后也没法掉头 然后咱俩只能干倒回去 我有倒车影像 我那个是没有倒车影像的你知道吗 我只能用摄像老师当人体雷达了 在大雾弥漫的山崖刮壁路上面 艰难的到了几百米的车之后呢 又在一个稍微宽阔一点的一个拐弯处 费劲的掉了个头 然后呢大家就开始了赶路模式 不过呢走着走着一直掉队的抗总 现在好像又有点跟不上头车了 郑哥你这电是不是有点劲了 对呀我这现在电已经到2%了 我这开的意思不是 这电越来越多呀 我说呢我这平均4000转 就在一直在跑的看不见你 没事我等等你 你要想看见我的车这种 你可以过来看见我的车 行 咱俩换车体验一下 郑哥的电马 我就感觉这车应该比我那个好开好多 哈喽 我怎么跟近雷摇动似的 它怎么这么黑呀 不是 郑董你这车为什么这么黑呀 您就来跟近雷摇动似的 而且你的坐姿为什么那么低 我得先调整一下你的座椅 太低了 可不是你什么都看不见吗 你这当跑车开呢 坐姿抬高看着害怕 你知道吗 白哥你这车里的按钮啊 比我的车里至少多一倍 还有火炉我根本看着不会用的安静 感受一点电瓦 你这车是1.5T吗 这钢链一踢步 反正不是很轻盈 这也太舒适了吧 大哥 要这车我也能开一天 这也太舒适了 大哥你这一段就跟我走平道一样 不是我正想问你这事呢 你这车装脚牙了吗 怎么这么低 你这车开着可太舒适了 而且还背有劲 现在我到2000转 这也太有劲了 哇 现在我就感觉你这车日常3000根怠速似的 就不到那他就不能往前走 这没脚油门啊 这这彩不是深 那车下了3000就没劲 然后到时候再超一车你就能感受到了 什么叫拉到7000之后超车还感觉无力 反正确实不走 不猛 不轻盈 这电马啊 这避震啊 加动力真的 跟那个红马已经不在一个世界了 我理解了 我理解了 我理解你的感受了 你知道吗 并不是我的问题 而是我手中的家伙并不好说 我要开这个 我会输 刚才我跟正哥的差距 一直都是五六个车身 甚至我都看不见他 你看现在 离不开我的视线 我一垫门加油门 你看看 贴屁股了 想到就说 他的压力应该很大 离开了贡嘎 大家的第一段行程呢 就算是结束了 接下来呢 将要继续向北去往丹巴县 而我们要走的这条连接川藏南县 和川藏中县的省道呢 也是一条非常经典的自驾线路 沿途呢 可以看到雅拉雪山 穆雅达寺 塔公草原 墨市公园等等等等 许多川西非常著名的景观 这段路上啊 不仅有美景 有丰富的人文地理元素 而且还有着非常棒的铺装路面 所以呢我们也就不在这多坐停留了 直奔丹巴县的中路藏寨 这个中路乡的藏寨和碉楼啊 可以说是丹巴县的一个非常具有代表性的景观了 而且呢 这儿还紧挨着雍中本教的圣地 墨尔罗神山 这儿的每一处景观 都饱含着嘉隆藏地浓厚的人文气息 非常值得我们驻族去认真地感受一分 这边的藏寨你看它的外形都是白色的 嗯 我们这一路过来好像还有灰色的 嗯 还有红色的 对甚至还有彩色的 你受了吗 我确实做功课了 就是研究了一下说这个藏寨外立面墙 为什么会有这么多颜色 有什么意义上的区别没有 但我们也没弄明白 有知道的同学们吗 在评论里告诉我们一下 另外这儿还有一个非常有特色的这个建筑啊 就是古碉楼 据说啊 整个这种主乡有八十多个碉楼你收了吗 只是这个四方的这种 呃 它就是防御性质的 它高啊 它看得远啊 有人来咔咔咔射箭啊 冷冰淫气年代 实在名单 拽本拽什么都行 以村为单位 它有可能去进行防卫 后来我发现这家家户户 你看山上那个 很明显是一大户吧 对 给自己家修一个碉楼 对 那看挺有气势的 对 然后后来有那种八角的 那种就变成了风水碉楼了 去镇宅啊 去辟邪这种含义了 反正功能性就有变了 我估计现代战争啊 它没怎么参与过 要不然它不会保留的好 也是啊 它目标太高了 我觉得子打有了炮 这玩意儿应该就没什么用了 就失去意义了 对 对 肯定先目标这几个碉楼都给它干掉 鼠菜高啊 我现在突发奇想 那能不能上去 咱找一新点的 别会那么塌了 因为你知道这玩意儿年代挺久远的 本来年了 咱找一个稍微这里边木板接着点的 咱们过去溜达溜达 溜达溜达 火 这有灯你看见了 这有焊色 这我英文我认识 我看一下什么样 就是洗手间 干厕所 这眼小点吧 这能瞄准吗 小点真太小了 这要是成型的还可以 不成型的那就 效果不太好了 你看咱那是一路台 这是直接去人家二楼吧 对 这是看家里头 这是跟楼下说 你给我递点弹药吧 对 这子弹什么的全扔上来了 然后咱接着上 那你看那了吗 那才是主体呢 待会咱看是不是能上到那底 而且这每一层的房底 它们都是用来晾晒粮食啊 什么这那的 这么个功能 对 走接着上 粮仓 现在也在放粮 对 等于其实如果整个这一户 它就不开门了 就跟外边冷战了 它能在里边自给自足 很长一段时间 然后有水 对 有厕所 有灵质 跟它死磕 看谁耗得过谁 对 这应该是早期的袋子 对 这是皮的 你摸 这是牛皮的 嗯 加上大黄豆 这是刚才第二层的一个房地 对 雕楼的入口 我觉得在这呢 我上去看一眼 这梯子 咱们之前在藏区拍摄 应该算是比较成见了 这雕楼是老的 你看这里头 快上来 炕总 我突然发现一个问题 刚才我们走那么 巴士德恨的楼梯 它不是上这个 是一生活区 第二个才是正经的 战斗区 对 战斗区 对 这门也挺战斗的 你看见了吗 但这根真是一门 因为你看这也横梁 看见了吗 而且这根木头 你看看 得什么年份了 陈年老木了 而且上方井的木头 你来看看里边 这里边还是这种梯子 还是这种梯子 不太友好的梯子 每层都是不太友好 在碉楼的这块 就有一个观光圣 但是它的视角很有限 基本就当一小窗户手一眼 对 它这儿呢 视角都更有限了 我觉得这儿啊 顶多伸得进去一根键 或者一把 老的那种长步枪 类似98k那类的玩意 反正那打火棍子 对 我感觉上面大概也就是这么个状态 是吧 大哥 我准备上去看看 来都来了 我得上到底 这下来是个问题 这下来的 抱着粗粒下来 你试一试 来来来 没问题 没这一层没多高 这层这景不一样 而且它是越往上面积越小 往上收的 收的我也挺想上去看看 这上面都是土坯 等于上边这个视角会变大 对 你看往这看 是不是 对 而且你看从这往外看 整个俯视下面一片 发生了什么情况 比如冲着喊 你快投墙吧 放弃吧 这那那这的 或者是不服是吧 一板断的飞出来 服了吗 这这样能做到定点打击 对 没错 这绝对是一个绝佳的战斗 我觉得再往上都还会更大 对 最后咱应该能从上面出来 来 走走走 我现在手里要有一趁手的家伙 东西打人了 打个鸟都不是问题 这有一鸟窝你要上来看看吗 这 这这一鸟窝 不过上面越来越低了 越来越低了 这层高越来越低 对 爬到底了 爬到底了 我发现按它这结构来看 古代那种炮的那种炮 对 它应该没什么伤害 对 应该没有什么伤害力 但当年的那种小步枪辐射整个周边 没有问题 50米 这要出现在吃鸡游戏里 我弄把98k就控制全局了 就基本上 这要是在底上 那一喷蓝火 我估计在古代 咱俩这个位置 一人拿一红银枪 往这一站 就在那看着 当年没有对讲机 我估计得靠喊 对 或者放牙 安全 但也有一个问题 我发现 你跟这玩 跟这折腾没问题 你这村里海拔差不多了 你看那碉楼我就不服你 怎么着弄你 对 那碉楼你就别招 你看见了 你完全就是它的射击范围 对 所以说这 就是吧 有一个比试链 谁高谁厉害 这要跟那家干起来 这得这么战胜 这 这么战胜 就是一枪 对 看那个 那个是真高 那个是真高 然后你往那看 还有一个 长满了草 看到了吗 那还更狠的 看那 那应该是最高的 我目前没看着比那还高的 那 这是一碉楼群 对 要跟那边发生战争 咱这很不利 对 所以邻里关系 跟楼下不用怎么搞 但是上面那一圈 你看到 上面那一圈要跟那么搞好 咱们起不到防御那边的作用 只能防御底下 我们帮它防上 对 没事 咱只要一灰红旗 它那边就OK 对 但这个碉楼这么一路上来 确实这是挺有年份的一东西 而且的确碉楼这个年代 它是从唐一直到清 反正跨了一千多年 这地儿 这碉楼能看见一个 可能还不是特别的新鲜 关键在这个地儿 它成群的保留了特别多的这种古碉楼 而且确实它保留得非常完整 你没发现吗 对 行 咱这也算是长了见识了 有头牛 兰博基尼 刚刚我们用3.6的木马人 超过了一台 兰博基尼 兰博基尼也可以在草上走 也可以上公路 兰博基尼还有眼神 刚刚他们瞪了我们一眼 看到一头毛牛 但目前看这毛牛是被分尸了 你看这骨头上的肉都给啃干净了 因为你看上面这丝了 这都没剃过骨 这不是用刀弄的 而且这完全是整的 这整个是被这种 食肉的野生动物给拆了 再摆一下 上 我在想啊 咱们你刚才多给一脚油门 这车是不是就已经找不着了 出来越野啊 还是要对大自然心存敬畏 那当然 那当然 你永远不要说你去挑战谁 也不要说去挑战哪儿 应该说的是啊 我们去感受一下大自然心 对 挑战一下咱们属于自己的极限 对的 对的 好